严重缺乏业务底线 在明知道香香已经接了《余香传》的时候 还帮她接拥抱我 治香香的作品质量于不顾 这是第一 为了隐瞒香香的真实身体状况 居然公报私仇 开除了说出真相的副导演 这是第二 为了嘎嘞 带着香香在高速上危险驾驶 这是第三 我们粉丝联名提出严正生物 无良经纪人 莫向晚 今天必须下课 我以为他们就是在网上歇歇愤 今天竟然直接来现场闹了 我去阻止他们 先生 你别 甜蜜是你最大的粉丝后援会的会长 他代表你绝大多数粉丝 你以什么立场处决 潜参后援会吗 难道向晚姐没跟你说过 作为艺人 无论做任何决定 都要把粉丝放在第一位吗 可是他们现在以我的名义 在围攻向晚姐 向晚姐她是有问题 可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吧 而且今天是我生日 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行 行 你别拦着我 向晚姐让我看住你 让你千万别管这件事 为什么 她说她得保护好你啊 我也要保护她 向晚 向 你只有这两三年的高峰 向晚姐说过的你忘了吗 要不要走出这辆车啊 你自己想清楚 要不要走出这辆车啊 你自己想清楚 越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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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越挣狂 越慌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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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步 现实同事 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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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她 别管她 你咋压咋了 别管她 咋压咋了 如果你是沐浅晚的祸 我怎么办 我想我回去死了 快走 快走 我想我回去死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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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被天空散余光